你读书 你打瞌睡 我困了 妈 明天读行不行 对啊 我们好困 不行 给我认真点 不好好读书 长大了就没出息 不能输给小老婆的孩子 不懂的问我 我可告诉你们俩 你们俩认真点 到时候考试考不过那两个孩子 你爸爸不要你们 奶奶也不要你们 妈妈也会被赶出去 到时候 你们两个就没人要了 崔小姐 小心 看门吧 狼外婆要来要 我给你送药来了 狼外婆来了 妈出去看看啊 小姐 开门吧 吃药的时间到了 狼外婆在外面呢 你吃药的时间到了 不 这是给你煎的药 快趁热喝了它吧 我身体挺好的 我又没病 你自己吃吧 你才有病呢 我不能喝 这是给你喝的 你不能喝 这里面有毒 你想毒死我 不不崔小姐 这是医生开的药方 是给你治病的 那你喝呀 你喝呀 你喝呀 我不能喝 你就是个坏女人 你也我不知道啊 你想把我毒死 然后让我的孩子 就不好好读书了 然后东升就会 喜欢你的孩子 对不对 坏女人坏女人 你就是坏女人 我饶了死你 妈 金峰阿姨是不害你的 闭嘴 她是坏人 她一家都是坏人 对 她就是坏人 她们一家都是坏人 你们两个给我 学习 不学习 你们俩也是坏人 一辉 这么晚了 还在写作业啊 妈 明天我要考试 好了 乖 把作业本收起来 快去睡吧 妈 我还不困吗 我可告诉你们俩啊 你们俩认真点 到时候考试 考不过那两个孩子 你爸爸不要你 奶奶也不要你 妈妈也会被赶出去 一回 妈是怕你身体受不了 如果这次考试没考好 妈也不会怪你的 妈 妈 你放心 就算我现在去睡觉 我明天一样可以考第一名 因为玉辉很聪明呀 对 玉辉最聪明了 好了 听话 快去睡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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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李 老师好 好 同学们好 坐下 同学们 今天老师要宣布 这一次集中考试的成绩 老师为前三名的同学 准备了奖品 没有考进前三名的同学 也不要灰心 只要以后继续努力 都有机会拿到奖品 现在我念到名字的同学 到奖台上来 第一名 林玉辉同学 到 第二名 彭东同学 第三名 李秀丽同学 现在老师给他们颁发奖品 奖传 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 谢谢